哈喽大家好,我是雷的 炖鸡肉池 有人焯水,有人直接炖 全错了 今天,准处教你正确冻鸡肉的方法 真的是太香了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准备一些 让老板给我们剁好的鸡肉 把鸡肉我们给它清洗一下 在清洗前我们加入些面粉 面粉有很好的粘连作用 能把鸡肉里面的这些脏东西 给它粘连出来 同时面粉也能去油 把鸡肉和面粉给它抓拌一下 让鸡肉全部裹满我们的面粉 抓拌好以后 我们加入清水 然后我们把鸡肉 再用手的抓拌一下 这样我们的鸡肉清洗的更加的干净 抓拌好以后 把鸡肉捞出来 再用清水给它清洗一遍 这样我们的鸡肉就清洗干净了 把鸡肉放到一个喷子中 加入一勺食盐 我们把鸡肉给它腌制一下 加入些少许的老抽 少许的生抽酱油 再加入些蚝油 再加点白胡椒粉 再加入些高度白鸡油 给它去一下腥 然后用你发菜小手 把它们抓拌均匀 抓拌好以后 我们把鸡肉在盆子中 给它腌制20分钟 入下味 把去完皮子土豆 我们给它切成块 切好的土豆块 放入到一个盘子中 暂时的备用 再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辣椒 把它掰成一块一块的 拌好的辣椒 放入到一个盆子中 暂时的备用 再来半颗洋葱 把洋葱切成丝 切好洋葱丝放在一旁 暂时备用 某些小料 把它们简单切一下 大蒜切片 生姜切片 大椒和大葱 给它切断 全部切好以后 放到盘子中 暂时的备用 把我们的小料 全部下入到锅中 把我们的小料 全部给它炒香 炒香 炒香以后 下入我们腌制好鸡肉 把鸡肉的水分 我们全部给它炒干 然后下入我们切好的土豆块 把土豆块和鸡肉 迅速地翻炒在一起 把鸡肉炒至焦黄 土豆也炒至焦黄 鸡肉和土豆焯好以后 我们把它们捞出来 放入到砂锅里面 砂锅底部 放上我们切好的洋葱丝 再把炒好的土豆和鸡肉 下入到砂锅中 然后我们再加入一瓶啤酒 开火 把它们先煮开 煮开以后 我们盖上砂锅盖 转成小火 把鸡肉在砂锅中 给它炖至15分钟 砂锅炖出的鸡肉 更加的好吃 直接倒打开砂锅盖 哇 好香啊 然后把我们切好的青椒块 下入到锅中 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再盖上砂锅盖 给它 蒙三分钟 直接倒蒙好了 最后出锅 我们再撒一些性感的香菜 扁缀一下 这样我们的鸡肉就炖好了 这样炖出来鸡肉 非常的嫩 吃的不柴 也不腥 而且我们的鸡肉汤也非常的鲜 非常米饭 超级的下饭 今天 动鸡肉的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吃鸡肉 一定要试试我这个方法哦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